我们共同来探讨佛教的财富观 那么我们上一次讲的第二个问题 昨天 讲什么呢 讲我们的福报 我们的财务 财富是由不思福意而来的 不是无缘无故的 对吧 无信咱们也可以我们回到现实中来 去看到很多人拿着香 在对佛前不断地在祷告 那么他们有的人满了愿 有的人没有满愿 没有满愿的人抱怨 满愿的人欢喜 但是欢喜的人是过程 没有欢喜的人依然是过程 就是你自作自受 你没有不思 你那就咋妄想 佛既然是 觉悟的人 有大智慧的人 那么你就需要明白佛法的道理 就是你要不思才能得来这个福报 否则不可能 当然我们上一次也探导了 得福果 得到福报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 当然这个福报也是果呀 或许这就是恶意 对吧 你比如说杀生 害命 抢劫 盗窃 对吧 贪污 欺诈 那都可以发财啊 是不是福报 是 但是这可能是恶意 对吧 你在享受的同时 你恐怕你要玩 你真的要威胁 这个是我们提醒 提醒我们的佛教徒的 其实 不用说佛教徒 社会的规律 无非就是这样 对吧 你干坏事 那很危险 对吧 你做好事 你很坦然 你很自在 是不一样的 所以为了得到财富 不择手段 是有后遗症的 所以作为佛教徒来讲 我们所要得到的财富 是不应该有后遗症的 如果有后遗症的 你千万不要去选择 不要去争取 因为那非常的危险 对吧 就像那个 那个刀上 有蜂蜜 你去舔 舔不舔呢 肯定很舔 但是把舌头割掉了 那你说这个得不赏失吧 那肯定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 我们明白这样的道理 对吧 就觉得这太危险了 有财务 就是有福报 但是不等于 奖励 作恶的人 你有福报 你就去干坏事吗 不一定 弄去作假吗 不行 对吧 以着佛法而说 这些行为呀 都是非法得到的财富 从过去因而说呢 虽然你的福业 有 现前 承认 但是 但是 从 现远 得财富的方法上说 却是 种下了恶意 所以你想一想 你是发财了 对吧 这个拐卖人口 对吧 欺骗别人 对吧 贪污 也确实得到钱了 但是 你能坦然吗 当然 可能有时候 你麻木了 觉得这钱就是我的 哪里是你的 那不给你得的吗 对吧 但是 一旦有事 那你就全完了 对吧 这个社会 人心 有病了 这个病 不是医院能治的 只有信仰能治 只有自我规范 才可以 对吧 所以佛教徒 首先应当遵守 这样内心的那份宁静 心里踏实 对吧 我觉得 这个踏实 这个平安 才是最大的福报 最大的财富 对吧 你要认清这一点 如果你不认清 那你就怎么样 急功近利 对吧 出人头地 不择手段 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 全都没有了 焰消云散 对吧 七星也呼焰 七王也不焰 马上全都没有了 对吧 所以这个后遗症 是我们佛教徒 是经常需要去思考的 如果佛教徒 如果不去思考这些 那就必然要怎么样 不做手段 不然要急功近利 必然要怎么样 要享受果报 这个果报 肯定是苦的 对吧 所以我们提倡 众善因得善果 不思 必然要得到福报 不思嘛 当然 我们的 这个佛法的不思 是圆满的不思 对吧 比如金刚经就告诉我们 三轮体空不思 功德无量无别 什么叫三轮呢 能思 是我 对吧 所思的是这个寺院 或者是一个人 中间物 或者是钱 或者是东西 他们之间没有主宰性 不是实在的 你不要耿耿于怀 挂碍于心 那个时候你是执着的 你只有福报 没有功德 功德是解脱的 福报是怎么样 是我们修行的障碍 我们不拒绝福报 但是要有功德 才可以解脱 这个功德 必须靠智慧 没有智慧 那你根本不行 对吧 经常会听到 有人进来的时候 跟我们讲 我建庙的时候 我拿多少多少钱 真拿假拿 孤雀不论 当你这样去张扬的时候 去玄绕的时候 那就说明 你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真正的佛教徒 是不知果的 我知道 这是为我自己做的 我无怨无悔 我心甘情愿 如果我在张扬 我在表现的时候 说明我质 非常强 说明你种的就是福 你没有自慰 你苦恼啊 对吧 有钱的人不是快乐的 有信仰的人才是快乐的 当然 有钱的快乐 你不能说 他一点没有快乐 那个快乐是有漏的 是有限的 对吧 不是圆满的快乐 不是我助人为乐 我帮助别人 别人快乐 我也快乐 不是这样 对吧 那佛是大慈大悲的 对吧 为什么叫大慈大悲 慈能于乐 悲能拔苦 他没有执着 他才能够全身心的为众生 而我们只有为自己 对吧 说我要上西方 我要解脱 我要成佛 如果你不打破 我是你根本没戏 这个大家是必须要清楚的 不然的话 今天学佛 说我身上招这个了 我身上招那个了 世界末日了 还搞这个 你不是佛教徒 佛教徒不可以搞这个 对吧 我非常严肃的 我非常认真的 这样讲这些问题 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们有太多太多的 不是政治正见 对吧 因为我们依法不依人 今天不是今天 要搞个人崇拜 说我讲的是真理 我们讲佛说的法 对吧 三轮体空不思 功德 无量无便 一定解脱 一定是你成佛 或者你往生净土的质量 这个你不需要怀疑 对吧 所以在布什这种 打破我执 打破法子 能所松亡 松亡不是亡 是不实在 是我不惯爱 是我不执着 那才可以解脱的 否则没有希望 对吧 但是要以因果的正常法则去实现 比如我们种田的农民播种之后 必须的老老实实的去怎么样 去耕鱼呀 对吧 你播种了 苗出来了 出来了怎么样 那你要去试弄啊 除草啊 撒药啊 撕肥啊 对吧 浇水啊 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内容 对吧 那么你说你苗播种了 说我皈依完了之后 我就有一皈依证 我进妙门 我就不花钱 这个可以 这是你想有的权利 所有的佛教徒 只要你拥有皈依证 你说我有信仰 你到了门口 你拿出来给门口 把门的人去看 你就可以有尊严的 你可以进来 这是你想有的权利嘛 但是 你的权利和义务你进了吗 三规一你做到了吗 你没有做到 怎么能行 对吧 你没有做到 还不是一个 名副其实的佛教徒 所以啊 农民播种啊 应该不断的去耕耘 对吧 去负责任 对吧 也就是灌水 对吧 撕肥除草 从而殃苗 自然会茁壮成长 必然会开花结果 为我们奉献出丰收的果实 这是规律嘛 对吧 我们今天很多人 对吧 什么都不想干 大事做不来 小事不愿意干 就怎么样啊 就跟他打枉想 对吧 打枉想 愣说 这个能看见佛 对吧 那你骗谁呢 对吧 佛不是那样的 金刚经明确地告诉我们 若以色鉴我 以音声求我 世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请问你在干什么 按照佛法的标准 你在干什么 对吧 佛有法报化三身 你看到的往往是化身 幻化的 它不是实在的 法身佛才是根本 对吧 那你到底看的是什么呢 对吧 跟佛叫没关系 这个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 那么在我们中国的古代 有这样一个故事 对吧 有一个农夫 对吧 他非常懒惰 对吧 懒惰呢 但是他有点种地啊 他有一天到了山上 看到那个田里的庄家 绿油油的 但是他还不满足 怎么样 他想替这个殃苗掌 于是 他就 把这个和苗啊 一个就把它提起来 掌了一段 对吧 晚上回家 跟他的夫人讲 哎呀 今天给我累坏了 夫人说你干嘛去了 哎呀 我去帮那个庄家去掌了 他怎么掌呢 说我一个都把他们拔高了 他夫人一听就懵了 第二天一看全趴那儿了 这叫拔苗组长 对吧 你没有姻缘 没有成熟的时候 你把那个苗拔起来 它不就得死掉吗 对吧 那个姻缘要成熟啊 具足才能成熟啊 你这样做的结果 那怎么样 你什么都得不到 就像我们今天 我们也播种了 然后我们 对吧 我们经常抱怨 说呀 这个做好人啊 不得好报 对吧 你看那坏人 他不着急 你看他这么做坏事 他怎么不招报应 你招什么急啊 英国得成熟啊 得有一个过程啊 春天播种 不是夏天收获 秋天才收获 这规律是这样的吧 那你招什么急 对吧 你为什么要着急 你能说英国 对吧 是有差异的吗 英国是 英国是不准确的吗 不是 英国需要姻缘 需要缘啊 需要时间啊 对吧 那你不需要着急 对吧 慢慢的 好人好自己 坏人坏自己 对吧 你必须要清楚这点 不然的话 你恐怕就找借口了 说这个 这个 修桥补路 双瞎眼 修桥补路的人 眼睛瞎了 坏事干绝呢 对吧 就长寿 那你就干坏事去吧 对吧 佛教讲 自作自受 一定要注意 我自己刚刚 我自己要接受这个结果 不要去怪任何人 只怪自己 对吧 佛法告诉我们的是 像佛学 常随佛学 你在跟谁学呢 然后你还不平衡 对吧 你要成佛 别人骂你几句 别人说你几句 别人误解你 很正常啊 你要去改变 去转移 调整一下 对吧 整天赞叹你 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 你还能解脱吗 对吧 你解脱不了 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对吧 所以说拔苗驻扎 急功近利 都是有副作用的 我们的佛教徒 不要打枉想 要脚踏实地 踏踏实实 老老实实地去做事 去担当去负责任 因为我们的佛教徒 怎么样 你要有社会责任 有家庭责任 有信仰责任 这是你必须担当 对吧 那你不担当 你哪有福报啊 你什么都不做 对吧 给他打枉想 对吧 说发财 那有什么用啊 没有什么意义 对吧 所以拥鸟之所以能够成长 是因为 有一部分 它生长在 土壤里 如果土壤里 从来就没有 那么你拔也是不会长的 没有你拔什么 只不过你拔是 急功近利而已 对吧 那么福报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全身的福业 是用非法的手段获得的 也还是不能得到 对吧 我们的福报是用非法得到的 比如说你治假药 对吧 你发财了 确实 对吧 可是你这个福报 也不会长久啊 有人说你看它很长久 你不要着急 将来 它要堕落的时间 就会更长 它的福报延续的长 它那个 堕落 得到的罪业 就会更大 这道理很简单 对吧 你一定要为你自己所得到的付出代价 有人说了 我没有感觉到 至少它良心 而且三世因果 你怎么能光看展时呢 对吧 即使有过去式的 福报的种子 但是 如果不以正法而得 应得的财富 你不如法 你不符合佛法 你不符合世间的法律 你得到的财富 怎么样啊 那么福报得到之时 恶报也就在现前了 对吧 比如说我们抢劫的人 对吧 抢了人家的金子 对吧 抢了人家的车 对吧 他得到了很高兴 脾心吊胆的跑啊跑啊 最后被抓到了 对吧 有人会告诉我 法师 还有几个没抓到的 师 你别着急 你着什么急 又不是你 你抢的 对吧 你千万要沉住气 对吧 你看他没有抓到 他也不会得好报 很多人这个案子没破 那个案子牵出来了 把他最后牵出去了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太着急 我们不理解 佛法自作自受 这样的一个原理 说来说去 不是佛救你 是你自己救自己 佛只是告诉你道理 这个道理就是这样的 因果的规律就是这样的 你信吗 信你自己救自己 你不信吗 救不了你 谁救不了你 所以佛教讲 信愿行 我相信佛法 我要愿意接受他 对吧 或者说我愿意上西房 怎么样行 你念佛吧 你去做吧 你一定能去 对吧 我们现在更多的人 都想投机去想 都想不劳而获 哪有这样的好事 没有啊 对吧 出家人早晨要念经 晚上还要念经 天天雷打不动 必须这样做 你不这样做 你信仰就丢掉了 没有办法 你说苦不苦 苦啊 可是我们自愿选择的 不要抱怨 对吧 佛教徒也一样 你天天要有点功课 至少三归一 你要做吧 归佛归法归一身 你不能忘吗 对吧 很多人都忘了 对吧 你说你是佛教徒 不理直气壮 对吧 我们忽略了 所以你没有这样的一个遵守规则 那么你何来将来有一个果呢 这个果当然就佛教而言是解脱的 就世间法而言那是一个自在啊 福报啊 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对吧 那么财富都是由福役而来 就是我们要去种因 对吧 就是我们经常啊 听到别人说 说佛教讲 舍得舍得 这话完全来自佛教 舍了才会得 不舍则不得 舍多就多得 舍少就少得 不得不舍不得 对吧 当然你不执着 才是真学佛 对吧 你总是在张扬 在表现 我舍了 我舍了 是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对吧 而且大家对那个特别张扬的人 大家特别烦的 特别恨的 所以你千万要低调 这才叫改变我值 如果学佛不改变我值 是不能得解脱的 对吧 如果我们得福报 对吧 如果就世间上滋养我们的生命 对吧 还有我们的事业 还有我们对家庭的负责 对社会的回报 证明自己的成功 我想也应该是脚踏实地的去做 对吧 当然社会比较复杂 那么有人说会提出很多理由来 想不按照这个规则去做 当然我们仅仅对你的是一种建议 不是决定 决定的由你自己来完成 但是当你选择借口的时候 就说明你在投机取巧 对吧 你在为自己选择不正当的因果 而寻找一个借口 那么你将来 你要得到这个果报 你也不要去抱怨三宝 不要抱怨佛教 因为他跟佛教没有关系 对吧 佛教告诉你的 对吧 就是你好人好自己 坏人坏自己 对吧 比如说我们经商 我们一直真诚待人 那你的店肯定会好 对吧 你一直都弄虚作假 你的店开不了多久 其实道理很简单 对吧 有的人就是缠不如去 就是心里不平衡 于是你也弄虚作假 结果就怎么样 肯定是失败 对吧 这道理明白之后 我们只有一个选择 对吧 就是遵循因果的法则 如果佛教徒 如果佛教徒不相信因果 不相信轮回 如果说你没有轮回 那我们学佛开始 对吧 我们相信 但是我们同时也相信解脱 我们用这个佛法 一定可以从那个困扰 轮回痛苦中 烦恼中走出来 这个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相信 对吧 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个 那我们也在证明自己没有信仰 那让我们走进第三个问题 如法求财不以非法 对吧 法有法律 有佛法的意思 双重的因素 什么是如法 依法合法 如法 如法就是按照佛法说的做 对吧 如法 我们很多时候不如法 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要提倡合法 如法 对吧 什么是非法呢 一般人以为啊 从辛苦 职业得来的财物 就是合法的 其实不一定 对吧 而从非法职业得来的财富 种下的因 分为两种 我们说不一定 对吧 你说我很辛苦 对吧 我经常告诉别人 我说啊 这个 你说你辛苦 干啥容易啊 小偷更辛苦 提心吊胆的 还得有智商 还得去劳动 对吧 你说他得到财富了吗 得到了 但是他提心吊胆 那个你需要吗 你不一定需要 对吧 平安是最大的福报 没有了平安 你要钱干什么 对吧 有很多人啊 一旦东窗事发 一旦因果现前的时候 毁之晚矣 哎呀 毁不该当初 早干什么了 早迷失了方向 早是身不由己 对吧 随波逐流 往往如此 第一类是 非国法所选 如所从事的职业 没有违反国法 或是所在国家 所禁止的内容 就是正业 这你要从事的是正业啊 国家不允许的 你不能干啊 比如说造枪造炮 你能干吗 你不能干啊 你干你试试 你住 你居住那个国家 你跑到外国 你去旅游的时候 然后你违背人的国家 法律会驱逐你的 人家会制裁你的 对吧 我们出去的时候 首先入乡要问俗啊 这里面禁止什么 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别人不告诉你 我们都要问 因为我们不能让你国家的人呢 看见我们 对吧 不顺眼 因为看到我们不顺眼的时候 或者我们违背了你国家的法律 那受伤的一定是 我们中国的佛教徒的形象 甚至是也代表我们中国人的形象 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如果我们从来就不考虑 我们只考虑自己 对吧 那就说明你根本就没有信仰 不但没有信仰 你连修养都没有 现在很多人 很多佛教徒 我高兴 我信了 我不考虑别人 在佛面前的时候 他非常虔诚 掉头来跟人吵架 跟人骂架的时候 那种精神让我非常的敬畏 对吧 我非常感动 有难真是 无所顾忌 对吧 真是胆子很大 那这个是我们所不提倡的 所以要合法 对吧 你的正业 你的职业要符合法律 在法律的范围内是可以的 对吧 那么如果 国法所不许 或不许 民间经营的 不允许 对吧 国外人经营的 不允许 对吧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